哈哈 來了我的媽啊 來了我的媽 我是崇崇康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 就是用科學沒有辦法解釋的 神命事件或現象 可以說 數不清啊 但是大家都以為 這些事情永遠都發生在 什麼山裡面 海邊 郊外 沒人的地方 沒錯 其實今天要告訴你很多恐怖的 城市傳說 就這些事情都發生在我們這個 很繁華的都會區 今天 一開始就先讓你嚇到 來 主播 啊 啊 我練多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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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現在 正在 浴火粉絲 因為我是 眉 營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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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在真正變身之前 我還是先報個新聞好了 啊 烈嘴女 哎唷 鹿兒島 近傳出有三名 女童 遇見烈嘴女 而且呢 描述與傳說中相當的接近 引起鹿兒島家長緊張 我突然發現我這樣子很像非常女 哈哈哈哈 蛤哥這次事件啊 事件啊 似乎已經不是傳說了 因為連鹿兒島的公共網站也要提醒小朋友要特別小心 對 是這樣 還有 你看這是新聞報導 9月5號 在鹿兒島 三個女童 放學的時候 就遇到烈嘴女 遇到烈嘴女 為了這件事情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鹿兒島的小學 放假 停課 停課 為了這停課 要把這事情查清楚 停課 那麼 他出現了 是在這個地方 公園 公園 他在這公園圈問三個女童 他怎麼樣 所以 落到警方 立即 你看 慎重其事件 警察貼出了 這個安心情報 安全安心情報 叫大家注意 有烈嘴女 出沒 好 他們為什麼這麼害怕呢 就是因為 烈嘴女傳說了 就是 他是去美容 他去美容 結果呢 正在要把他嘴巴 他本來很小的嘴巴 要把他嘴巴變大一點 豐厚一點的時候 結果那個 美容的那個醫生 你知道他幹嘛 擦了很濃很臭的髮膠 就去弄 去弄他嘴巴的時候 他的鼻子 就一直聞到他髮膠 他就很討厭那個味道 他又動了一下 一動的刀一割 哇塞 就把他嘴巴割裂了 痛得不得了 他就 那個手台上很多刀 對不對 他把刀搶過來 一刀就把那醫生戳死了 戳死他就跑掉了 跑掉以後來 他就出現 怎麼出現呢 他戴個口罩 然後穿個白色的風大衣 橘紅色的長裙 然後他就 專門找小學生 他戴口罩 問小學生說 你覺得我美不美啊 小學生就說 美啊 有的說美啊 有的說不知道啊 有的說看不清楚啊 這時候他就把口罩拿下來說 那你覺得這樣子呢 哇塞 哇塞 嚇人了 嚇人了 那就啊一叫 他拿出 從 封衣裡面就拿出刀子來 哎呀 就殺人 殺人 殺小孩子 對 你看看 你看看 美不美 還問美不美 那這樣子呢 How about this 好 這是美溫在 在 對 來我們再看最後 好可怕 這是美國人做的 美國人也知道這個 對 復原頭 復原 他轉過頭來給你看 還要轉過頭來給你看 但只曉得不要看 好噁心喔 真的好噁喔 所以 現在 注意喔 這個是日本 政府做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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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做的什麼 就是 E卡 E卡就說 不去 有人叫你來來來來來 不去 E卡 No No就是不跟 E卡 No 這個O O就是大叫 遇到有人問你 你覺得我美不美 叫大叫 E卡 No S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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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就是 趕快通知大人 所以現在這個是 所有小學生 從路二島 9月5號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所有小學生 都要被這個 E卡 No O SUSI 所有小學生都會被 E卡 職棒也遇到了 這個是怪異的事件 唉唷 是什麼事呢 在8月26號就是 鬼祭嘛 鬼祭的時候 他在橫濱的棒球場 舉辦一個 就是有兩隊了 一個是東京的這個 獨賣的巨人隊 跟日本的這個 橫濱在地的這個 海灣自新隊 他們就做了一場對抗賽 在場做無虛席 大家都在這個秉襲 您去看這個 這個橫濱隊可不可以 取得勝利 結果拿一個牆棒 阿布聖之助 牆棒來了 開始 預備 就是模擬這個NHK的主播 好 那個球 投過來之後呢 我自己準備道具了 還沒道具的 投過來之後呢 阿布聖之助 打了 哇 在場的這個觀眾一看 哇好高興 打到好高好飛 哇那個好遠 NHK的主播說 哇這個不對 在中間也有方向 快點一直飛 但是快點 可能快要到這個 拳打牆 但是最後可能這個力道不夠 可能拆無敵黨 大家看說阿澤拆一點拆一點 腳的球一直 飛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突然間 飛 跳過去了 全雷打 HOME RUN 應該是要大家掌聲雷動 你看喔大家 鴨鑫無聲奇怪 怎麼那麼奇怪 連日本的媒體說 這個事情 在播報要公正客觀點 這是非常罕見的一件事情 就網友都說 這是夏日夏天 全雷打這個 這個棒球場的這個靈異事件 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報道 OK來請看 看一下 你看打出去囉 突然間 我們看一下慢動作 哇厲害 下來了沒有 他有個神助的力量 他突然間就往 他沒走 好恐怖 他本來應該是場內的 好像一個軟墊子 你看全場的人都沒有人拍手 真的 拉他嚇一下 他嚇呆了 真的 這個可以解釋啊 你看他的下墜方式很特別 這個可以解釋 是不是確實 這個可以解釋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極大的一個 撤風 撤風 對應該是這麼講 專業專業 講的是像類似撤風風 對啊那個沒什麼啊 對啊 就這樣很極速的一個 如果 如果沒什麼 你注意看喔 你看有沒有注意看 外野是滿場的觀眾 對 一般打到拳雷打 所有觀眾都會搶劫 全部會跳起來歡呼 是是是 我告訴你 在場全部外野 靜悄悄 鴨雀無聲 鴨雀無聲 沒有一個人敢動 每個人都被嚇到驚呆了 再放一遍 你看 你看 全場觀眾沒有一個人敢動 沒有人敢去接那個球 全場 連主播都在懷疑 全場都嚇呆了 看到沒有 怎麼會這種怪事 全雷打是這樣子嗎 你看過全雷打是這樣子的嗎 也是第一次看過 蛤 全場都被嚇呆了 我告訴你 這真的太怪 因為就是以一般的常識來講 就是以我們人類目前了解的方式來講 這個是不是很自然的一個力量 對 不是很自然的受力達成的 喔那個打者應該是回去應該 一直跪在廟前面 一直看著你 我要講什麼呢 其實他這一分也不是很光榮 回去 回到隊上 丟臉 幹了要比 你看他總教練這樣 兩分兩分 這兩分全雷打 一雷有 一雷有 每天都做女鬼夢 我跟你講 最少那個總教練 哇 昨天找到師父找隊 爸啦 自己一個 兩位這樣 班帥 OK 好 美國有一位父親他發 喔唷 這個電影 電影我們有知道 我們看過電影 在美國 可能一個時空轉換 他跟他父親用無線電通話 對 有一部電影 美國真的有一個父親 他說他發明了通靈器 跟他一個已經過世的女兒對話 能與往生者高通的通靈器 廣告後神秘上映 連警方都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存在 結果發覺他們肚子 居然有 小姐 你能玩嗎 來著喝 新神世界 還有我的媽 美國真的有一個父親 他說他發明了通靈器 跟他一個已經過世的女兒對話 這個就是說來話 是美國的康乃迪克時候 我們知道康乃迪克時候 拍過很多電影像鬼屋那些之類的 有一個叫做Gary的這個男子 他本來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他有三個漂亮的女兒 梅莉莎 Jennifer 還有Sisa 三個都很漂亮 都讓他覺得 就是生活人生如此 夫婦何求 可是 不幸的是 八年前 2004年的八月的時候 他的那個大女兒梅莉莎 在去朋友的一個 Happy Birthday Birthday Party的時候 在路上去撞到一棵大樹 然後車毀 人當然是亡 亡生了 你看愛女咒事 你想他的這個爸爸傷不傷心 傷心 全家他的兩個妹妹 他的老婆Cindy 這個媽媽也很難過 全家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思念過度 但是如果思念過度 有很多的現象 接下來就會讓大家覺得 不可思議囉 當然 那這個是他的大女兒梅莉莎 巧巧倩息深情的模樣 其實算不錯齁 很漂亮 很可惜青春的年華 就這樣走了 然後呢 接下來他們感覺這個梅莉莎 好像回來了 而且經常在家裡面 跟全家人生活在一起 因為為什麼這樣講 他爸爸也說他感覺到她回來 可是他一直沒有看到她 他的媽媽說 經常他開著車的時候 常常那個本來音響是關著的 莫名其妙會音響打開 而且會播著他女兒生前 最愛聽的CD 最愛聽的那個流行音樂歌曲 這不太奇怪了嗎 他媽媽開車很少去聽CD 去動那個音響 就莫名其妙打開 都是他女兒愛聽的歌 然後呢 他的媽媽在幫他的兩個妹妹 Jennifer跟Cesar在準備一些 午餐晚餐的時候 感覺到有人進來 開門進來 好像把椅子拿開來 坐在餐桌旁邊 跟著一起吃東西 有人回來 所以有這些現象之後 因為這個Derry 這個男生是電機工程師 所以他乾脆發明了一個 叫做通訊器 一開始他是做一個簡單的通訊器 做了通訊器不夠做 這是後來電視台 美國的那個他們那個 當地的媒體有去訪問他們 做一個專頁 因為這個事情後來傳出去了 媒體也有去報導 非常的離奇 他做了一個通訊器不夠做 他又做了一個通靈器 而且那個通靈器 就用他女兒梅麗莎 那個梅 開始那個他的名字開頭命名 梅840 8704 就是1987年4月 紀念他女兒那個出生年月 他的小女兒Cesar 說看過姊姊回來三次 他女兒都看過 他爸爸說他是一直沒看過 但是他一直感覺到 有感覺到他的存在 而且透過通靈器 他的媽媽 全家常常聽到他聲音 什麼聲音 Hi Daddy I love you Hello Hello 或是Hi Daddy Daddy 一直重播 I love you 這是他女兒梅麗莎的聲音 透過通靈器的音波 可以傳遞出來 因為他的爸爸是學 電汁電子的工程 那有一段影片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說 當時媒體去他們家實測 因為認為他家會不會說謊嗎 或者是造假 結果發生了一連串 不可思議的現象 唉唷 請看一下 好 好 俗大聲 I'm happy with St.Dickie's here as Cindy begins dialing Melissa's phone number, we receive a couple unexplained malfunctions in our equipment 會聽到我的音訊 很不可思议吧 我个人非常佩服这些工作人员 要是我第一声我就已经不见了 他刚刚那个讲扑萨 那个声音听起来很像男生的声音 没有他声音他有时候录了那个断断续续 还有他的音频大小的问题 我觉得是接受器出来的 除了是接受器还是主持人 他后来又再附送一次 哦 香港茶餐厅有鬼叫外卖 这是在新界新界一个茶餐厅 是香港比较北边新界北 他叫曹永继 这个曹永继茶餐厅有一天喜秀花园 还是蛮大好的打电话来说 我们叫四人份 干草流合啊加蛋啊 叉烧啊叫四人份 他就送去了 带着四人份啊我就送去 送去之后 就说开个小缝 说你塞进来 他塞进来 门就关起来 钱从门下面丢出来 是 他拿反正觉得这怎么这么神秘啊 好吧拿了钱了吧 就回去了 交给老板 老板就收起来 就到了晚上 老板结账算钱 一算 大家都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吧 就变纸钱 名字 就有一堆名字在那边 他也不知道是谁的 他就问伙计谁干这个事情 没人讲出来 就第二天 电话又来了 我们要四人份 干草流合加蛋啊 还有叉烧饭啊 又送去了 又送去 又从门下面丢钱出来 他一看 挣钱啊 还给老板 就晚上算账后 蹦 又出来一堆名字 老板结果不对 第三天 电话又来了 老板说 就都妈的 我自己送 他自己就跑去送了 是 跟火急讲的一模一样 门开个小缝 他丢进去 纸钱 他就拿了钱 他仔细看 挣钱 是 挣钱 回去之后 他就把这个钱 另外放个地方 放起来 不跟其他钱摆在一起 到晚上 之后 他就把那钱 一拿出来 变成名字 果然是这一家 他第一件事情 怎么做 报警 马上就报警 报警 警察就跑去敲门 洗缺 敲门 敲不通 敲不通了 最后怎么办 就找踹门 砰 就要把门踹进去 一见 四个男人死在客气 然后一个麻将 桌还摆在那边 结果马上叫艳势官来 艳势官一眼 死亡超过一个礼拜以上 一个礼拜 但他连叫了三天的这个 这个菜 不可能啊 怎么会死一个礼拜呢 就靠解剖 第一个 解剖发觉他们肚子里面 居然有茶餐厅的 牛肉河粉 炒蛋啊 炒烧面啊 他死了一个礼拜 还吃这些东西 还嗑就是 更诡异的 第二个更诡异 这个名字上面 自我 居然就这四个十个 他们居然他们付的钱 这个是香港警方 第一次 正式公布 说他们承认 有鬼的灵异事件 到目前为全香港 有史上第一次 政府公开 政治承认 居然有鬼 真的发生了 为什么 他们就找到大师去看 大师说 看这个位置 刚好是阴气最重的地方 是一个阴门的地方 是 这四个呢 打牌打酒 窗门紧闭 二氧化碳中毒 二氧化碳中毒 死了 死了之后来 他们 自己不晓得自己死了 因为他们的魂 没有 飞走 还在那个地方 还在那个地方 还在堵嘛 还在堵 魂还在堵 多多饿了 饿了就 叫茶餐厅 对不对 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活到 所以他们还可以吃 因为他魂没有飞走 我觉得最恐怖是 解剖那个里面 他真的有吃 对啊 真的有吃啊 但是就在警察 一把门踹开在那一撒拉 他就魂飞四散 他们才知道 他们才知道 人就死了 其实这种 这种魂流下来 人身体走这种事情太多了 你知道吗 这次 我简单讲一个 这个静明很清楚 我简单讲 台大医院 一个老太太 是 台大医院一个老太太 她已经没有救了 那医生就跟她说 放弃急救 家人说不行 我不愿放弃 那怎么办 就送了家户病房去 因为快没气了 送家户病房到三楼 那个老太太在十几楼 后来那个医生就回去 就电话 一看紧急领响 老太太这个 老太太人们已经走了 怎么会领响呢 医生就拿起电话来说 那太太就 哇好痛苦哦 那医生 他明明就送家户病房去了 怎么你还好痛苦啊 吓死了 这是一个老护士 非常有经验 一看这个医生吓成这样子 就把电话拿出来 婆婆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刚才已经把你推下去了 你赶快跟下去 你家人都在三楼啊 你记得走楼梯下去啊 三楼 到了三楼之后 右转哈 右转 你在第五床 赶快去 你的家人都在第五床等你 你赶快跟上去 赶快跟上去 啊 乖乖哈 去哦 好 现在出发哦 人已经到台大的那边去 他的魂还留在病房 而且还那么残忍叫人家走楼梯 哈哈哈 人家是老太太 我告诉你这是真的事情 为什么 他是下楼不是上楼 不要担下 你知道这个事情是谁写的 医生写的 台大医生写出来 老实讲刚刚那是真实的故事 这个茶餐厅的事情就告诉我 原来人死了之后 魂还没有离开 嗯 魂跟肉体是其实可以分开的 对可以分开的 茶餐厅 这 茶餐厅的事情 是香港政府到现在唯一承认 有鬼的名案 现在我们要回到 欧洲最爱闹鬼的地方 英国 英国住房子 租到了英界的路口 啊 大家想问这什么回事 英国很多恶灵古堡 是 很多古堡 不是恶灵 就是很多古堡的影迹 很像英国政府的东西 没有 古堡 古堡就很多古迹嘛 古迹就买很多的这个 有的没有的东西这样 就英国有个家庭 他呢 租到一个 猛鬼入侵的一个房子 房子多恐怖呢 家里面电灯开开关 开开关 好像吃 吃那个喝开水一样 就是三餐都有 对不对 不足为奇 家里面的那个厨房里面呢 那个 郭婉开门会打仗 会空战 会交错 会自己会 会跑来跑去就对了 飞来飞去 白夜窗会跑 会自己会动 更可怕的是什么 他们家电视机 突然听到 在客厅看 电视机突然听到楼上 女儿的电视机 轰 莫名其妙就破掉了 她女儿玩了任天堂 被砸烂了 我是敏感体质 我很相信 有 以前 我们在当飞行员的时候啊 很奇怪 怎么样 我到美国之后呢 住饭店 我做 我到欧洲 我就做欧洲的梦 我在东南亚 泰国就做泰国 你问我自己要笑啥 她被笑啥 她被笑啥 我现在是想问你 你的古装很像孟姜妮我就笑了 重点 好 重点是什么 对对重点 更可怕的意思 我在法国 我不会讲法文哦 我在法国 做梦梦到醒的时候 我大叫什么 不是 我只会讲法文 我就讲法文 我就讲法文 很奇怪 所以 所以你到世界各地就被上升 就是 他被上升 就是被上升才是 我就很想说 你有时候飞越南极的时候 我北极你是做到什么 其实 其实 我只是讲这个故事 我是零提示 我相信这个点 那我们现在把场景 拉回来到英国 英国这个家庭呢 这个 这个屋主呢 这个新租屋主 她叫Lisa 她才34岁 但是你看她照片哦 你看她照片 她已经被鬼吓了 就已经 差不多68岁了 所以她每天都 都受到这个 这个恐怖的刺激 她才几岁 她现在34岁吗 Oh my god 她有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 猛鬼缠身 不然就是什么 吸毒过量 这个已经是太吓了吧 34岁长这样 Oh my god 而且现在是有鬼 为什么不搬走呢 赶快搬一搬就好了 干嘛 在那边 重点是 他们一家四口 她跟她的同居男友 跟她11岁的女儿 跟她儿子住在这个房间 她新租的房间 在英国的那个 Colven City 在柯芬市里面 她住进去之后 她开始发生很多的 很多很奇怪的灵异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说 他们家的门 跟这个柜子 常常会莫名其妙的 就会开关 没有风 有没有人动 然后楼梯跟阁楼上呢 常常会有很多脚步声 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有很多敲墙声 那她觉得很奇怪说 她不相信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但是有一次在客厅 我刚刚讲了 她自己在看电视的时候 突然间 听到狗一声 结果她跑出去看的时候 狗丢落在楼梯下面 往生了 奇怪 我们家里没有人 狗那么笨吗 每天钻来钻去 怎么会往生呢 报具给医生看 医生检查 你们是不是受孽 是不是孽怠 结果后来 发现不是 是有外力受伤 这个Lisa才真的惊觉说 糟糕真的是有问题了 结果呢 她就请 凌媒来看 来做吧 凌媒说 这个感觉不大像 你要不要 有一些更新的证据 我来看一看 她的不信邪 她就干脆在家里面 很多空屋 跟很多重要的角落 装很多摄影机监视器 果真被她拍到 无人的房屋里面 她的那个 厚重的那个衣橱 居然会自己开关 同时 有一张红色很轻的椅子 居然会 倒退路 会走到墙壁上 一次不够 走两次还把它打到底 网友就讲说 你整笑 你是用余线拉的 余线拉不是这样 物理玄约理 余线拉你应该是同个角度 她怎么可以这个角度走 在另外一个角度走呢 所以这个 对有道理 那个丽莎就讲 我老娘已经受不了了 快疯掉 好像在日本的电影 这个恶灵电影里面去的 水之火了 你还说我是开玩笑 好 只有作假 结果林梅说 这是相信的 她说 做完法之后 帮她清净完之后 她说 你家呢 是 所有鬼魂 要通往 人间的入口处 所以 非常热闹 结果后来跟房东讲 阴阳交界处 对 阴阳界 结果房东呢 说 哦那真的吗 请牧师来做法 牧师来把她撒进了 撒进完之后呢 撒进完就OK了 OK了 完之后 她就跑到 Ruby旁边说 Ruby 送你十字架 你们家每个人都要带一个 赶快搬家 赶快搬家 不要逗留 不要久留 所以 她拼一拼就想要赶快搬家 她想都没事了嘛 做完法也 也都禁了这个房子了嘛 过了不到一个礼拜 他们全家在 客厅里面看卡通片的时候 突然间 听到那个门 咔的一声 关起来了 他们直觉就说 她儿子就说 妈咪 What happened 什么事啊 结果他们 她女儿就跑去把门打开 要拉 她说 那个门软软的 好像没有锁起来 但是还是可以拉 有人在后面挡着 就是这样拉 就拉 就有人在挡着 你就是拉不开 马上跳脚三个人 爬窗户就顿逃了 再不敢回去住了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影片 看了之后 你会觉得很狂妇 你看她门就开了 这是没有人的房间了 那里面那个衣服 为什么要白色 这样看起来像女鬼 而且鱼线很难拉动 这么厚重的门 它很自然的打开 它不是这种有角度的打开 那你等下看那个红色的 左下角红色的 桌子吗 你看她 她不可以一直在动 她动一次还不够 这动手 你看还有转弯 转弯动到底 这个不是鱼线可以做成的 你看恐怖恐怖 而且那个方向 你一定要是站在那个墙壁边那边 对对对 才会往那边拉 这李梅就吓到了 其实是鬼门关的入口 出入口 没有 还动 还动 我动三次了 看了头都会晕了 对啊 哇塞 有 有够恐怖的 她不只动一次 她动三次 对啊 第一次 第二次 最后再横拉 不规则的 所以我说是无形的力量 但是她是不是要透露个什么讯息 你看出了什么 她到底想要去哪里吗 不是不是 就是希望这个家里的人 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应该是 这是她的地方 她的地方 对 出国旅游 我们常常啊 就喜欢带很多的纪念品回来啊 甚至于 百般去买一些人家买不到的东西 哎呦 厉害 比如说有些人都去买 像我们就很简单嘛 经常买一买啊 比如说到巴黎 就买了一个什么小铁塔 对 到新加坡就买那个人 那个丝面鱼身像 对不对 这都爱买 可是有些人就买一些 哎 你还真不知道她哪里弄来 她就找管道啊 去当地找一些 哎我们大家摸不到的东西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也不是说不好 但是呢 你搞不清它的来历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带给你 不好的运气 是哦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这些纪念品 请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还可以吧 顶得住吧 可以 为什么这些不好的 还要带到现场呢 为什么 哦 我全身发麻啊 嗯 好运气 哇塞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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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说它磁场很强 磁场很强 有很多的原因在 来 我们来一一介绍 猫姑送燃纪念品一登场 就让录影全场不舒服 广告后为名一一介绍 他们的骇人故事 还有我的妈 史上头一遭 主持人不断打折 到底怎么回事 哎呦我的妈 来 外面要知道 我们先看哪一个呢 呃 我们先从 呃 比较 不厉害的看起 好了 好 不厉害的是 你先拿这个给观众看 这一颗石头是 这是 从夏威夷来的石头 夏威夷来的石头 是 这个 小看这一缺夏威夷 是 你会带石头回来 没有 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 夏威夷海滩上 现在都有一个牌子 嗯 不要随便捡石头跟沙子 是 夏威夷海滩上 都有这个牌子 嗯 你可能没注意到 嗯 好 为什么 夏威夷的邮政局 现在收到 最多的包裹是什么 石头 嗯 退回来的石头 为什么 原来为什么 因为夏威夷以前 是个印第安帝国 那印第安帝国 后来被白人侵占 印第安的酋长 有点就发个毒誓 凡是拿走夏威夷土地 任何一分 石头跟沙土的人 都会遭到 报应不好的下场 他讲之后 你若到夏威夷去旅游 你去拿他石头跟沙土 你回家 就会遭到不好的报应 其中最有名的有一个 太太写了文姓 把石头寄回夏威夷 她说 我先生捡了石头回家 就出车祸 撞车就死了 我赶快寄回来 还有一个年轻人 他拿了一罐沙回去 结果他突然之后就死神 咚就撞车 双脚断 他赶快也把固子写了 然后把沙寄回去 所以戴着手套 拿着这石头还OK吗 不OK 又不是你拿回来 不是你拿回来就好 我现在头有点晕 但还没完 虽然不然他拿回来 这个更厉害 这不然夏威夷的石头 注意看 他这边有个圆洞 它这叫做邪恶之洞 它这个洞会帮你吸邪气的 那很好 基本上是好的 就是你如果遇到邪的东西 它这个洞 注意看 会把邪气吸进去 是好东西 但是有一个坏东西 当它邪气吸满的时候 它已经吸满了 你再遇到邪的东西 那你就完蛋了 邪就整个爆发出来 因为它吸满了 所以当吸满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丢掉 或者是换掉 不能去动它了 现在它到底吸满了没有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敢拿它 赵哥真的辛苦了 所以这种吸邪气的东西 要特别小心 我再讲个吸邪气的好不好 来这个 这是土耳其的邪恶之眼 你看他下面有个眼睛 你看他下面有个眼睛 是这个是 什么材质 它英文就叫做 这个 Evil eye 英文叫不爱 蓝眼 注意看 这个小康 它有四个圆圈 外形一个圆圈 然后这边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 四个圆圈 对 到土耳其 这是最斜最斜的东西 甚至他们 土耳其人为 这天下最斜的东西 那这东西是好东西 还是坏东西 都讲斜了 这东西是好东西 你看他原来是这样 对 这个样子 大象 我给你讲 基本上它是个好东西 为什么 它是帮你挡煞 你遇到任何煞或邪 它就会帮你吸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是千真万句 为什么它天下最斜的东西 因为它吸满之后 它就变成天下最斜的东西 你知道它吸满之后 所以吸满之后 立即突然全都知道 就赶快要换一个 换一个 再换一个新的 来帮你吸邪气挡煞 那如果它吸满鞋 你还带在身上的话 或还拿到的话 那邪气在撞来的时候 跟里面的吸满的 就爆发出来 那种强大的邪气 你就挡不住 所以我告诉你 这我千真万确讲 你到土耳其 万人家给你兜售 这个土耳其的 邪恶之眼的时候 你千万小心不要乱买 因为他常常卖给你的 是吸满邪气 大哥 请帮我拿一下这个石头 你的妈的 今天到我扛就对了 不是 因为既然拿了 因为他来自 世界各地不同的石头 它都有一些邪气跟灵气 它会在你体内发酵 所以反正你就多方面 你就多拿一些就没关系 它会相抗衡 所以我们没有拿就不要拿 这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 是苏格兰的墓地 蒙阿波的石头 这个在刚刚老师讲的 谁会去带这种纪念石 夏威夷 对 刚刚景品讲的没错 夏威夷石头很奇妙 很神秘 苏格兰的石头也很神秘 我们以前当 不晓得导游有没有讲过了 以前我们当机长 当主员 最不喜欢 在世界各国 去收集这些古董 为什么 因为这些古董 80%以上 都是从蒙阿波或者是法老的一些地方拿来 回帐 所以一般的游客不知道 就买来回家当纪念 买着整张 通通把你带回去 他的这个中青八代都带回去 2000年 有一个比利时的游客 带了一家大小去玩 他劳工结局难得休假 他去玩的时候呢 他就买一个两磅重的苏格兰石头回家 菜咧 菜公妈摆着 不到两天 他要上班的时候 大哥你被fire了 这样子 没有工作了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 女儿腿摔断了 再过一天 老婆莫名其妙生重病 他就想奇怪 晚上怎么那么奇怪 那个石头好像会发光 一直在缠绕着我 后来他受不了了 打电话到爱丁堡的旅游局 说拜托 我买一个石头 我要寄回去给你 他说你是什么样的石头 你在哪里买的 你是这个墓地的石头 对 我告诉你 你赶快寄回来吧 这个石头呢 不但是如此 很多人买这个石头 从买回去开始呢 魔鬼鬼魂缠身 每天都是啊 都恶硬不断 那为什么会有人卖呢 他赚钱啊 做纪念品啊 所以他就卖给游客嘛 一般人不知道啊 这是目的的 了解 还有呢 这一只猫 大家观众 你要不要 打起来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对 我把这个墓碑石拿一点 导播这个猫 这是埃及的猫 这是古埃及文明法老王 陪葬品耶 这一只也是 这个不是妇科的吧 不是妇科啦 直接从坟墓拿出来的 没有没有 这是真的从那边来的 哦 那就看就好了 从那边看就好了 这只猫呢 猫 其实在古埃及的文明法老王的眼里是 凤为是神跟印度的牛一样 所以尤其是黑猫 欧妙 台湾黑猫也很猛嘛 对不对 喵 台湾黑猫才直变 黑猫才直变 你是故意讲那点笑话 不是打广告 不是啊 你是古代民间讲不是说 如果你观察 里面的人 如果黑猫怎么样的话 就会怎么样 对对 起来 对对对 所以这个 黑猫也是一举同工之变 它是 古代法老王的陪葬品 好啦 刚Ruby讲的 他没钱啊 是 大家就是盗墓嘛 盗墓者 只要是盗墓者 或者是盗卖这些 不是盗卖军品 盗卖墓地这些陪葬品的 对对对 都会有很多一连串的厄运 大家理事不爽 当然 所以其实当然 这个应该像赵哥讲是复刻品了 应该是没那么严重了 其实这种猫啊 这种墓地猫还是不要拿回家 把它做装饰 尤其不要放在 闺宫就是 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子的房间 对不起 那还有呢 好 再来这个是 这个应该就可以拿 可以吹 可以吹 可以吹一下 吹吹看嘛 应该不用 这肯定吹人有事情 吹去看嘛 这应该是排敌嘛 罗马尼亚的 是干嘛用的 他也写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的 是干嘛用的 我跟赵哥报告一下 我们家族是做木材生意的 是 所以我们对木材最有研究 你家大业大 家族 这个木材 罗马尼亚木材 通常都是做什么用的 因为罗马尼亚 他自古以来战事非常多 很多很清晰的故事 是的 所以他的那个树也有树精 有很多的这个传说 这个罗马尼亚这个木头 他们最主要是欧洲做什么 做十字架 做木钉 做木权用的 所以说是法器用的 所以很多这个吹了晚上 也会有很多灵异的传说 所以这个奉劝大家 买要买新品 不要买这种古董 放在家里面可能会 比较好一点 刚刚讲的都很恐怖 赵哥这个娃娃你放心 拿一下一定 我才不用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日本的 和服娃娃 是 所以我们在日本的神社 或者是寺庙经常会看到 你可以看到 当地的一些永俊日本 有些是很可爱 或是有纪念品 一看就知道日本带回来了 对不对 是 但是在日本呢 其实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 这种娃娃呢 他们相信说 因为他们平常都是送到 很多善男信女 从各地送到他们日本的 庙宇神社去 交给庙宇神社 他们去火化焚烧烧掉 或者是供奉在庙里面 所以有时候 他们不知道这个娃娃上面 会积累了多少怨灵 所以日本民众 他们一般当地人都知道 不会在日本他们一般 那个都市的那个街头 跳槽市场 或是旧货摊 去买这种和服娃娃回来 只有观光客才会买 但是买这种和服娃娃 有些商店 它包装好 那个不用担心 有些大部分是说 针对寺庙跟那个神社里面 而且真的曾经出过事 大概在二十几年前 日本有一家朝日电视台 他们就据说 就去找了这种神社里面 寺庙里面供奉的娃娃 听说上面有怨灵存在着 在那个附身在娃娃身上 拿来做现场的一个节目直播 然后在那个电视台直播的时候 大概二十年前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怪事 就是这是当时的画面 你当时要看得到 那时候的 这个日本的神社娃娃 突然眼睛张开来 而且会流眼泪 在全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在直播 而且 她会面目真灵 然后整个那个面露 非常的邪恶这样子 然后整个扭曲 她这个神社娃娃 然后当场的那个来宾 她大家都吓一跳 而且在直播的时候突然讯号就被中断干扰 弄到他们没有办法顺利昂出去的时候 电视台赶快紧急用电档其他节目插播出去 然后后来这是当时大家看到的那个相关的画面 你看电视台这个画面 都有以前那个日本当地发生的那个过程画面都拍下来 而且她脸部水肿成这样 不要乱讲话 你比她还肿 重点是后来节目制作单位主播主持人 还有来宾和制作单位的制作人员 然后相关的计划 有五个人死于非命 都出意外死掉了 然后跟这个神社娃娃一起上过节目 然后或者碰过这个娃娃的 然后后来这个事情让媒体报道之后 引起日本社会很多民众很恐慌 一直在关心说是不是真的还是谣言 反正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大家也都不太敢去碰这个神社娃娃 所以当你到日本去玩或者是想要带一个像神社娃娃 或者是和服娃娃回来的时候 问清楚是不是在寺庙或神社里面 对对对 要不然多少大家有时候这种事情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吗 到时候带东西卡到回来实在是很麻烦解决 所以要买的时候不会有人告诉你 主人这个据说这个主人的讲法是 这个好像也是神社寺庙带回来的 不过不用担心了 应该没什么事情 我看主人到现在都还好好的 那个主人也是九命怪猫了 还有一个这个没关系 这个赵哥拿就没关系 这个很漂亮 主持人不断打嗝 他感应到了什么呢 还有更多纪念品背后的故事 等会儿一一告诉 小姐 您的外面 来着喝 新神世界 还有一个这个没关系 这个赵哥拿就没关系 强 这个很漂亮啊 我们尊敬的拿它的话就应该是 这个是你去西藏或尼泊尔玩 你都会看到那种 因为他们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国度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项链 但是这是没错 康哥讲没有 人骨做的 这应该是高深吧 骨头做的 是高深的 不晓得是不是高深 但是主人 那个拥有这个的主人告诉我说 这个是人骨做的 但是在西藏尼泊尔当地的一个 以前的习俗 他们以前的高深往深之后 也会这样做 没错 然后或者是要不然就是 贵族或者是在尼泊尔西藏当地 有一些他们巫师啊 或者当地的一些宗教习俗 他们会用一些 过去奴隶往深之后 他们的骨头来做成这个东西 有些他的那个 像人头的头骨 它可以做成碗 然后那个小腿的腿骨 它可以做成小的那个号角可以吹 或者是人的那个骨盆腔 那个盆骨啊 它可以做成一些 就是很多的法器 对法器 用人骨来做 像这个 从这个当地也是西藏尼泊尔带回来 这个主人 他是说这个也是 没错就是高深的一个骨头做成的 然后而且是有加持过的 但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你知道尼泊尔或是西藏去玩的时候 很多他们在街上的那个小伴啊 或是摊饭路边摊 他们可能都会卖 都会卖这种东西 小小纪念品 那你买的时候也要问清楚 因为跟日本的神圣娃娃 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时候他身上这个东西 法器或器物上面 不知道积累多少这个愿灵 附在上面 除非你有像这个高深的做的这个 是有加持过 他念过咒语 念过法语 然后等于是有法力在上面 他可以保护 然后好像有加持过 可以等于保佑平安 要不然你随便带一个回来的话 又不搞不清我来历 就可能会出事 以我们的讲法是 你压不住他 你就不要拥有他 对了 我刚才观察到一件事情 小康 你真的是领域体制 我跟你讲 了不起 为什么 因为 各位观众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讲话的来宾跟赵哥在讲话 主持人不见了 因为 主持人一直在打嗝 对 所有的大师都跟我讲 我跟各位讲 我们这通通不是假的 假的 艳品 我们这全都是真的东西 这些全都是 而且世界上 这些都是最邪的东西 摆在这边 我们真的so lucky 遇到最 当你是灵异体制 遇到最邪的东西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 如果第一个反应 会打嗝的话 你就是灵异体制 对 你注意 当那个大师 他要帮你找亲人 召唤亲人来上身 给你对话的时候 他召唤亲人之前 他一定先做一件事 一直打嗝 才会召唤亲人上身 所以小康刚才 这个一端出来之后 就一直打嗝 一直打嗝 对不对 所以拿出来的时候 有些鼠目就开始打嗝 就开始一直打嗝 对不对 就代表你是 李毅庭 那我们投赢算什么 啊 投赢 投赢就代表你 我们要差一点 要弱 你体质太虚 就是 就是有点类似贫血 对 他高档 我们就差一点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错 以后每天都拿这个来弄 哈哈哈哈 那看你怎么办 这个你贫血啦 他贫血 不会自然会晕啊 你贫血 没有我只能讲就是说 这里面东西啊 呃 讲你们可以接受的方法就是 他磁场很强 对对对 磁场真的很强 对而且你一直打嗝 这代表小康 我们今天都晕了 我们今天都晕了 好 这个要撤 先撤了啊 哈哈哈 小心一点啊 不能得罪 不能得罪 好 我 就说真的刚刚那个一推过来哇 对啊 很不舒服 一阵晕 打嗝 我看你一直打嗝 真的是 我看康哥一直喝水 一直主持人不讲 这打嗝就代表你有感应 现在还在弄 你有感应 好 今天给各位介绍了很多很多啊 这个是无法解释的 在城市 注意哦 在城市里面发生的事情 所以哦 也不管在哪个地方啊 你看到 你稍微觉得怪怪的时候 哎 就麻烦你稍微远离 因为这种事情总是 敬而远之啊 对啊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